第一,我们会想,近几年都很少有狗的 跟狗有关的新闻,为什么好像有窩蜂的气氛出来了 其实是有原因的,在玄学上面是有得解释的 很多都是在11月8日之后,我曾经讲过给大家听 我是很重视的,因为尤其是对我做预测工作的人来说 因为立东是当年最后一个季节 即是说,他自己今年2023年,兔年的气就开始慢慢减退 还没退得完 还有尾巴,有少少尾巴 对了,交接嘛 好了,2024年,农年的气又慢慢慢慢增进了 这段时间,我们行内的师傅,大家都说 这个就是咸淡水交界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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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